電流磁效應 哈囉,各位同學 歡迎來到電流磁效應 載流導線在磁場中的受力 以及它的應用的第三個部分 我是台北市立陽明高中張志勇老師 這部分的影片會為各位同學介紹 不同形狀的導線 在磁場中的受力 所以待會兒你會看到不同形狀 三角形、圓形等等的導線 把它放在磁場中通電 那請我們來計算它的受力大小 好,首先複習上一段影片所教的 當我的磁場方向跟電流方向不垂直的時候 我的受力應該變成這樣的方式 用外積的方式去做處理 所以磁力方向可以利用 右手先往電流方向去 然後再往磁場方向擺動 用大拇指自然豎起的方式 去判斷磁力方向 大小的話呢 就是我們畫面上所告訴你們的 就是IL cross B 也就是ILb的sin θ 好,現在就讓我們來練習一下吧 畫面上是一個直角三角形的線圈 那題目說 有一個電流為I的直角三角形線圈 最短邊的邊長是L 好,所以它的底邊是最短邊 就是L 那它在磁場大小B之中 請問你 各邊的瘦的磁力大小是多少呢? 好,首先我們把這個線圈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右邊導線、下方導線以及斜邊導線三個部分 讓我們先來判斷右邊導線 同學,右邊導線 我們的磁力大小要怎麼做計算呢? 還記得磁力的公式叫做 ILb什麼θ? sin θ 所以我們把它帶入ILbsin θ 同學,右邊導線的θ角是幾度? θ角是我們電流方向跟磁場方向的夾角 因此是夾180度 所以我們把它帶入ILbsin 180度 同學我們就發現 其實sin 180度就是多少? sin 180度就是0 因此右方導線並不會受力 因為它的電流方向跟磁場方向是平行的 好,接著我們判斷下方導線 下方導線電流往左 磁場向上 因此夾幾度?夾90度 一樣我們把它帶入ILbsin θ 好,ILbsin 90度 電流大小I告訴你了 那底邊的長度 L底也就是我們的最短邊 所以編長L,題目也告訴你了 實際上強度題目也告訴你B 最後sin 90度是多少? sin 90度就是1 所以底邊的磁力大小就是ILb 還蠻好判斷的 那接下來不止囉 我們除了判斷大小以外 我們來判斷方向 請問下方導線所受的磁力方向 是向哪邊呢? 同學,判斷磁力方向 你就要把哪一隻手拿出來? 把右手拿出來 右手開掌定則 大拇指代表電流往左 四指代表磁場往上 因此你的手就會向畫面上這樣 對吧? 好,所以我們發現 下方導線受力是向 指入螢幕的 它的受力就是指入螢幕 所以下方導線判斷完成 受力大小 方向是指入螢幕 接著讓我們來判斷斜邊導線 斜邊導線一樣 向ilbsinθ 請問斜邊導線的電流方向 跟磁場方向夾幾度角呢? 我們從三角形就可以知道 它是夾30度角 所以把它帶入公式 ilbsin30度 同學,問題來了 電流題目有給 磁場b題目也有給 但是斜邊長度題目沒有給啊 那同學,請看我們的斜邊 是不是在這邊畫面上的左方 那個叫斜邊嘛 那斜邊公式告訴我們是 L斜又有一個sin30度 同學,L斜如果乘上sin30度 會是哪裡? 請看我們左邊的三角形 L斜如果乘上sin30度 不就是哪個邊? 不就是底邊長l嗎? 所以我們發現 斜邊導線的受力乘出來 也會是一樣的 ilb 因為L斜30度就是我們的底邊長l 同學,那是不是跟下方導線受力一模一樣? 好,再來讓我們來判斷 斜邊導線受力向哪邊? 好,首先斜邊導線電流方向是往右上方 所以你可以用外積的方式判斷受力方向 你就可以判斷出 它的受力方向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我們的出紙面的方向 出螢幕的方向 射出螢幕 好,所以我們的大小就是ilb 那指出螢幕 好,同學 那你能不能用右手開掌定則比斜邊的方向? 同學,我要偷偷教你 其實還是可以的 但是這邊要有很強很強的 立體空間的概念 你就可以把它學會 請看斜邊喔 斜邊的電流是不是往右上方流? 那斜邊電流往右上方流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有 往右的趨勢 也有往上方的趨勢 而我們的磁場方向是往正上方 所以同學,請問 這段電流裡面是往右的趨勢 會造成磁力還是往上的趨勢呢? 應該是 應該是找它往右的趨勢才能夠產生磁力 對吧?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想像 一個往右上方流的電流 它只有往右邊的趨勢是可以產生磁力的 往上方的趨勢是無法產生磁力的 因此這個時候你再把 按右手開掌定則比出來 你還是可以得到指出螢幕的方向喔 所以最後我們發現下方導線受力指入螢幕 斜邊導線受力指出螢幕 右邊導線不受磁力 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個很簡單的結果 其實因為電線移左移右 因此我的磁力方向也一入一出 所以我們只要線圈裡面的電線有去有回 我們所受的磁力就會是多少? 線圈所受的總磁力就會是0耶同學 再講一次喔 只要是封閉線圈它的電線 它的電流有去有回 它在均勻磁場中所受的磁力就會是0 我所謂的磁力就是總磁力 各邊導線加起來的磁力 總磁力就會是0 所以同學如果題目問你 這樣的導線在磁場中的受力 合力是多少? 答案就是0 因為電流有去有回 所以力量也有入有出 或有上有下一樣 那請問這段導線呢 它磁場方向是進入螢幕的 那請問這樣的導線 它的受力是多少? 因為它也是封閉線圈 所以它所受的總磁力也是0 所以這是我們這張所得到的一個小小的 重要的結果喔 接著讓我們判斷其他形狀的吧 來半圓形會不會判斷? 好,假設它的磁場是往右邊的磁場 大小B 那它的半徑是大R 它是半圓形的導線 那它有電流I 總磁力多少? 好,同學請看喔 這個電流不好判斷 所以我盡量把它分段分段去拆解 例如我取左半邊來看 同學 左半邊的電線是不是有往右的成分 也有往上流的成分 所以我把它細分細分細分 可以把它視為電流是這樣流的 好,那同學 有往右的部分 也有往上的部分 因此 哪一個部分的電流趨勢 是會造成磁力的啊 磁場往右的話 應該是 往上的成分 才會造成磁力大小 所以同學其實 左半個半圓 這四分之一圓的導線 你可以把它視為怎麼樣的導線 是不是可以只視為有垂直部分的就好了 它才是有效的 才是會造成磁力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去看 它好像就像這樣的電線一樣 然後它的電流是往上方流 會造成磁力 那往右的成分 往右的趨勢 就不會造成磁力了 好,同理 我們就可以來判斷了 右手開場定則 電流往上 磁場往右 因此 左邊的半圓形導線 是受力 是指入螢幕的 好,目前可以吧 我們只判斷了一半 接下來還有右半部 右半部一樣 哪一部分趨勢的電流 是有辦法造成磁力的 它有往右 也有往下 所以我們發現 跟磁場垂直的部分 才是能夠造成磁力的 那電流方向是向下的 所以 右手開場定則 再度拿出來 我們發現 我們的受力 就是指出螢幕 所以同學請看 我們這整段導線的受力 左半邊的半圓形 半圓形的左半邊 受力是ILB 有效長度 就只有那一段 直的那一段 叫做R 剛好是半進R 方向指入螢幕 那這個半圓形的右邊 它的受力也是一樣 IRB 方向指出螢幕 所以我們發現 畫面上這個半圓形導線 剛好它所受的磁力也是 合力也是0 好 那我們再判斷最後一題囉 來,最後一個練習題 如果我直接告訴你 磁場大小 那數字也都告訴你 請你幫我算出 整個線圈的所受的磁力 好,磁力大小是 磁場大小是0.2特斯拉 那方向向上 那這個線圈呢 是由兩個半圓形 跟兩個直線 所組成的封閉線圈 那兩半圓的半徑 分別是大R1公尺 以及小R0.5公尺 電流大小 題目告訴你 叫做10A 請問整個線圈所受的磁力 是多少 好,那我們來看看囉 我把題目所敘述的 物理量全部都標出來 那要求整個線圈所受的磁力 其實聰明的同學 現在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慢慢做 把答案找出來 首先 這個磁場方向向正上方 所以 必須要跟磁場方向 垂直方向的 才有辦法造成磁力嘛 跟磁場方向 垂直方向的電流 才有辦法造成磁力 因此 磁場向正上方的話 只有 左右方向的電流 可以造成磁力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上半圓的導線呢 是不是可以投影到上面去 是往正右方的趨勢 的電流 是可以收到磁力的 好 所以來 上面的大半圓 它的磁力大小應該就是 I L B 那它的 投影上去的長度呢 剛好是兩倍半徑 所以I 2RB 那把數字都帶進去 我們可以得到 它所受的磁力大小是 4牛頓 接著我們來判斷方向 右手開掌定則出來 我們可以判斷出 磁力方向是 使出銀幕的 好 接著我們判斷下半部 判斷部的有效長度 是不是投影下來 變這個樣子 是往左方的電流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 也是一樣 I乘上2 乘上B 把數字帶進去 可以算出來 一樣電流10 半徑是1 那 磁場大小是0.2 也是一樣4牛頓 最後判斷方向 右手開掌定則 一樣判斷出 方向是指入銀幕 所以同學 上個半圓是指出銀幕的力 下部分 下半部分 是指入銀幕的力 大小都是4牛頓 因此合力為 0 合力為0 那我剛剛一開始解題的時候就說啦 事實上有些同學 一開始就判斷出合力為0 為什麼 同學因為這是一個封閉線圈 封閉線圈 在磁場中所受的磁力就是0 好 同學 在這段影片裡面 我們為各位同學 介紹了 不同形狀的載流導線 在磁場中 你應該去怎麼判斷 它的有效 可以產生磁力的電流方向 那這就是我們的 ILB磁力 在不同形狀的載流導線 在磁場中的應用 好,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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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顫無效 謝謝 謝謝